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也表示 很难过 相信这两天 大家都在各类媒体上看到曼谷悬罗白丽公 发生了恶性事件 就是一个14岁少年的小孩 做了一个非常没有人性的事 今天 阿辉作为一个泰国人 也无法再为我的国家 辩解 曾经多少次 为了辩护 为了洗白 为了那些非议 停声而出 而这件事 犹如一记耳光 啪啪打响 说泰国打钥子 我说那是不可能有的 说我们泰国是中转站 我说那都是自愿去的 说 对我们中国游客不同的对待 那有的司机 对我们泰国本地人 也是乱砍架的 但是这个事情一发生 对我之前的辩解 全部的破灭了 这个时候 如果阿辉还在说什么 那就不易了 最后 就等我们泰国的官方宣布结果吧 当然 阿辉个人觉得 不管什么原因 这个坏孩子 不应该给他任何的机会 这件事情发生了 我对我们泰国来讲 也是非常的难过 阿辉 还是再说一句 对不起 那我还是想也想起来 我也是想起来 我还是想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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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 应该走 我还是想起来 我还是想起来 我停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